每件事都有他的命運和緣分 我之前都不認識鄉維晶導演 是莊文強有一天打電話給我 叫我看看這個劇本 我看完這個劇本 我覺得是挺適合我來做的 因為是我現在的年齡 和我的人生經歷 接著就約導演出來談 大家都談得很好 大家的思想都是一致的 我也挺欣賞他的個性 他有他的理想 年輕人需要有那種憧憬 和理想和有一個夢想 我喜歡和這些人合作 最初這個只不過是導演去找演員的故事 到了中途他竟然提出 可以做我們吐氣的監製 其實對於我來說是非常之意外 是緣分 所以其實是很開心 和他有這次的合作 對我來說導演的執著 是一樣很值得讚他 或者很值得學習的地方 當那件事不是他想要的時候 他會用很多的剔 令到那件事回來 而這種執著也令到我可以更加清楚 到底他腦裡找的是什麼 所以在這個合作上 其實我很開心 這個故事是源自於 我讀大學那時候的一份五分鐘的功課 拍這個題材 我亦想操達 其實我們每個人的愛是可以寬容一些 其實不存在於身份的一個限制 也不是因為身份 然後才會產生愛情 他與其說是一部關於私生戀的題材 正確地說 不如它是關於戀無情義傑的電影 剛才導演問 開會戲開不開心 我就回答他 見到你也開心